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观众 欢迎锁定老业直播 那么今天有幸要寻找一品地产的金总做个老业直播间 就想谈一下目前做房地产或者做地产经济 其实我就感觉到大家传统地产经济 那就是见见客户买一单做一单 我觉得世界发展这么快 可以发展这么快 如果仅仅停留在像老的传统见客户做一单 或者说多长时间见做一单 我觉得好像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 那么今天看看金总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的方法 或者有什么妙招 大家能不能就是说 叫什么煮酒类英雄 咱喝一壶25年的茶业务看金总聊聊 那金总先说几句 这好 喝着你25年茶 我们就兴奋起来了 首先先纠正一下 这个一品大家也根深蒂固 这些年大家心目中都是一品一品 现在我重新说了一个新的品牌 走向国际这块就宣布用叫me home 我发一张汉语的叫美房之夜 美房之夜 好 那么接着你这个话题 实际上我们前三年的时间 利用三年的时间尊心的研究了整个行业 至少从北美这块 从传统的这种地产公司的运作 到这种现代科技的 或者现场现象这种运动模式 完全完全全 研究到今天 终于把这个产品研究出来 好 太好了 那么金总 你建议不建议我或者大家对你评价 就是怎么评价金总 或者怎么评价目前的美房之夜 其实你不避讳以前历史 从一品地盘走来 必须是每个事情都慢慢走来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 人不能做无烟之水 无根之木 那么咱们的美方之夜 也是从一品地盘来发展起来 也是可以这么评价 是不是 我不忌讳 就是说大家在甭管从人生中 从生长出来 没有人不犯错 就是说在生长的过程中 肯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么在犯错中 自己在纠错中 自己成长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呢 就是说我把这个品牌 做一个重新的定位 那么既然我们进入这个行业 说实在的 我们就没想从它传统这块 嗯 去做什么 嗯 对吧 从第一天开始 从骨子里边 就是想做突破 想则的话这个行业 真的太low 是不是 这行业 是这些经济也好 是地产公司也好 本身这种管理 也好 地产公司是不知道 传统模式 一直跟随着北美 这种主流社会 嗯 真的在夹纷上生存 这种环境太困难了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产品 其实我对季董 对你的了解 对你的认识 还是停留在一批地产 现在你说你现在重新达到一个国际品牌 你比如说美方之业 那么肯定你有自己的杀手键 那么你也不可能做一个事情 凭空而出 洪空出事 那么肯定你要做一些深入的研究 或做了稀致的调研 或者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做一个崭新的平台 那么你这个过程 我觉得应该是痛苦 或者比较漫长的 这个东西想起来很后怕 就是近三年 现在今天这结果出来了 我是高兴的 那么实际上我们经历这个痛苦过程 大家只有我自己知道 知道吧 整个这行业都在萎缩 大家都在收手 只有说实在的 只有我 在北美你去看 你还在依然往前走 王军持续不断地进行投入 但这跟我们的一个 我们这个年龄这种梦想有关 所以这块你说的是没错 就是我们确确实实 从经历这三年完成了1.0之后 我的产品1.0 然后第一时间没有完全进行推广 拿着这个产品到多伦多 蒙特利尔 波斯顿 纽约 比尔森 达拉斯 奥斯顿 洛杉矶 还有旧金山和塞亚特 整个10天走了9个城市 落地了6个城市 所谓的落地就签了6个城市的意向 那么这个时刻 因为这个产品是文化出生 那么实际上在北美 这个其他城市 是不是能够胜身 是不是适合于他们 不知道 这时候 但是我这个产品拿过去之后 对所有人来讲 就已经惊到他 因为大家说实在的这个概念 都曾经支离破碎的想过 所以最多的一个高人 搞计算机的 在Google做了15年的人 他说了 就是我给你个赞 我曾经想过你想的60% 仅此而已 那么我做到 但这个时刻 我是希望大家去用它 反馈它 我要做一个 大家都能接受的 当然不是指风华 才能接受的 那么在反馈过来之后 两个月以后 这种反馈 回来我也惊到了 所谓惊到了 就是在前一个1.0 我们用了一年多 托罗伦达实践金钱的力量 结果出来之后 那么你是在这技术上去改 还是重新开发 因为他提出的要求 在我原来的困难下 他有一点不负重 对不对 或者是他提的东西太高 不太好了 那么最后我也在动作 很长时间 就意味着 如果你再投这么200万 会不会把这产品做出来 像1.0 推倒重来 1.0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 这个没办法界定 你要没有1.0 我不会有2.0 但1.0做到 他们反馈回来之后 就告诉你 他已经给失败了 那么最后这种勇气 就是我再从前 整个2.0的框架 跟1.0完全没有印象关系 讲一点 是不是 讲一点外行话 就是1.0写程序 用一万句的话 2.0仅仅用一千句写完 用最先进的东西 所以这个过程 就是在启动 决策 执行 到今天的实现 实际上每时刻都是坦率的 就能不能成功 不代表你投了钱 有钱投进去这种系统的东西 就会成功 一个小动画就可能造成 整个系统 一个小bug 那么这种 我对这东西 我也不是地产经纪 我也不是程序员 我只是很好奇 那么传统地产经纪 我见见客户 我就签些单 跟客户交流 喝个茶 喝咖啡 带客户去看房子 买房子 这是我们传统的 那么我不信 难道你这些生物都不用 天网雄空 海外飞天 我这个老金 我做的迷后 我什么美房之夜 我完成这套系统以后 做个APP了 我就开在家了 跟老爷 来喝个茶 25年了 今天老爷用25年 茶来招待我 我就可以做成一单生意了 我可以赚到钱 我可以把房子买卖 那不就 那就好像是天网夜谈吗 我觉得我这两三天 做这些东西 老爷说这句话 都在这里边了 那我就 这样子讲 讲几个 具体点小实例 实际上从业务例子来讲 业务机会来讲 传统的这些人 包括整个行业的规则 都是靠朋友 靠关系 靠social 大家给你一点东西 知道吧 都是 输人就是输人 这种情况下 很少有人走来 越走越大 当然不然都是越走越窄 这其中的含义 大家都懂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从利的 这个角度讲 那么大家如果 在这行业了解很多 尤其北美 美国的 Redfin和Zillow 可能你 行内人 地产中介 公司人 都知道 那么在美国 它是相当当的 两家上市公司 它的网站的设计 包括在所有MS 所有数据 在里边 投投了 就是为了对中用户 使用它 就换句话说 它是希望用户上来 进行找房 卖房 地产分析 地产细分 它是做了这么一道 它是把 你原来所谓 经济能看到的东西 通过另一种方式 展示给所有客户 那么这是一个信息肯定 它是一个 Leeds generating 的一个平台 形成业务的 那么这块我研究 很常识 另一种归类呢 在这行业里叫线下的 就所谓的Cocoa Banker Raymax Central Cocoa Banker 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 这些独立品牌公司 所做的都叫Offline 就是直接拿着这些数据 进行交易买卖 是不是 这两块 把它 我呢 经过研究之后 我们把这两块结合在一起 那么 除此之外 像这些 所有公司 也有自己的系统 这些只连锁公司 对 它这个系统呢 只限于 经济管理 所谓经济管理呢 就是它的CRM啊 你做一个Marketing 做一个Template 是不是 推广啊 对方圆推广啊 也包括你公司的一些 文件合同啊 是不是 也包括一些培训呢 等等 就是此之意 那么我们在这地上 研究出来 实际上不是我的功劳 是我的所有 这北美各家 封诺司的合作 国家的功劳 我提出了一些 非常非常尖端的课题 知道吧 今天这块暂时保密 这个尖端的话题 造成了 我们今天的产品 已经和所有的产品 拉车的距离非常非常大 嗯 知道吧 就换句话说 我们在他们 传统公司的 经济管理基础上 我们加了50%的功能 嗯 这功能目前为止 我们是唯一的 第二块 我们还增加了 就是所谓 这个最强的培训 嗯 David Knox 我这点有点遗憾 我问那么多华人 没人知道他 嗯 实际上他是在 北美教父级培训中 排行老大的 嗯 大家都知道Tom Ferry 那么他已经现在 成全方位 支撑的一块 另外我们这些新媒体啊 都自媒体啊 在我们的网上 都是直接 一键是形成Fly 自动推广到 所有新媒体 好像听起来很惊艳 嗯 这传统中 你要找助理去 设计人设计吧 嗯 要找人去推广吧 那么 你这些都是成本的 嗯 但我这来 你什么都不懂的 就是一点一个键子 全方正 嗯 是不是啊 这是其中之一而已 现在我们对着镜头 我就想问个问题 你不是说 我认为做地产经纪 只有地产经纪来做 那么现在你说了 我就感觉到 有两点 我就感觉到 好像 哎 我一爱建 我有了这个APP 什么都搞定 第一 第二 我虽然不是地产经纪 我也可以 买房 还是卖房 还是协助买房 或者说给你提供资源 提供信息 这点我很疑惑 OK 我这没有跟老叶交流过 实际上他真的带着我走 我想了这么长时间 立形成这块是非常 对我们经济来讲是命 嗯 我直接讲 就只有你憋才给你例子 除此之外 可能跟我们合作 这系统会给你例子 嗯 哎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每个人 每个经纪 我们给他了一个APP 嗯 所以实在 这也是走到了 所有人的前面 嗯 没有一个 以前地产经纪 肯定没有 自己独立的APP 那个很 那么这个APP 在给你的时候 在你推广过程中 你的客户 都在你的环境下 找房买房 嗯 我的系统高在 他的找房买房 卖房地 瞬间所有信息 进到你的后台 你的Boring 哦 这就是形成业务的过程 哦 知道吧 这个还不在 重要的是 它的功能设定 就是为了形成Lead 嗯 这个我们学了很多 这些东西 嗯 所以这个Lead 嗯 一旦形成了之后 那么就可以做到 就是原来不愿意 收手的 嗯 是不是啊 不愿意去请人喝茶的 嗯 也比较内向的 嗯 换句话说 我也没有时间的 嗯 对不对 我们直接创造出了 就是经济动作 是有自然有 嗯 它就会形成Lead 嗯 对吧 这些Lead过来之后 你想怎么去发挥 嗯 或者找大牌合作 等等等等 这几钱就来了 嗯 嗯 所以例子是一个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嗯 嗯 好 那么 哦 跟金总喝口茶 休息休息 我们再关注我们下段的精彩 叫喝茶论英雄啊 我们俩不喝酒 煮酒论英雄 好 好 你看金总继续啊 喝茶论英雄啊 颠呼这个25年的茶啊 金总今天你做客老爷吃回家 把我这汤多年的别人送的啊 25年的茶 那喝一下 那么既然喝老茶 我们就要聊个老话题 聊一些有深度的东西 那么 你如果能把我基本上说服了 颠覆我对传统的地产行业的看法 那我今天就顾茶是弃队了 咱也喝出来 哎 有深度了 那么传统的 做地产行业 你也知道 我们非地产人员是不可以碰的 我们没拍照 我们也不可能违规 你也不可能违规 那么 你现在要全新 打造个全新的平台 全新的操作模式 那么你究竟 让经济怎么样 让我们非经济人员怎么样 他两个有没有个界限 好 就是说你这样 就是我们也先定一个调 嗯 就是说我这套系统 我走了一圈之后 您属于外行 在地产中介一块 我能让行业的人 谈完第一次之后 他说我就跟你合作了 不要谈第二家 嗯 就是来自我的自信 当然也来自我 今天设定的一个产品 就是内容 是不是 我的一个结果 那么你谈到这个 就是所谓的就是经济 和这个行业 是非经济人员 对不对 实际上我们呢 在到这个平台的出现 对我经济和经济公司 是第一大受益人 嗯 择护旁贷 第二呢 就是客户 嗯 客户能够用我的APP 随时随地 打开你的APP 查到你自所在地的 Open号 降点盘 反派屋 新楼盘 等等 那我自己我就 下载以后 我自己可以 没错 这就你去到周末 你上波尔纳比去 我去上周围又Burnhouse 打开 马上就看到 不用再麻烦别人 嗯 实际上不是再麻烦别人 当然再麻烦 我推你 我这个人 因为在看我的爱 嗯 或者推你的爱 嗯 是这么一个 嗯 那么这个行业呢 这样啊 我们呢 既然这个平台已经完成了 实际上我们也受益于 更多我们的股东 嗯 所以我们推出 就是我们在某一个 跟我们有共同发展思维的 有巨大这种市场 营销资源的 这批人 每个行业中 我们可能会选择 非常靠前的这批人 我们去吸纳当我们的股东 哎 那我老爷可不可以当股东 哎 没错 这个 我产品现在已经成熟到今天呢 就是在进一步项目宣传 嗯 那么从老爷就开始 当然你要掏钱了 嗯 必须要掏钱成我的股东 而不是说咱俩 是不是 那天上股东就要谢你 也不能说免费午餐 怎么谁能给我一个 免费午餐 实际上呢就是 你的工作仅限于推广我的平台 嗯 因为你假设你是我的股东 你没有license 你不能碰我的客户 嗯 知道吧 只是说你作为我股东 去会监督我的经济 在做什么东西 嗯 是不是啊 成交也好 嗯 客服也好 是不是啊 客户反馈也好 嗯 等等等等 维护这个品牌 嗯 把它上升一个档次 你作为社务人 嗯 去帮助监督 嗯 帮助提高 嗯 这是我一个目的 当然是受益 股东一定受益 对 这是一定 这个受益就干了 嗯 我相信今天不谈太多 嗯 你要如果真有兴趣啊 去 哎 大家坐一下 嗯 来一次一个一个私人聚会 嗯 我告诉你股东的受益 嗯 我也直接告诉你 你党不住这种诱惑 嗯 可以聊一次 这个 那么那个 是不是 你刚才说 受益最大的是 地产经济和地产公司 我认为你开发这个软件也好 你搞这个EP也好 那么是不是对传统地产经济 或者地产公司 受到冲击 或者受到威胁 这样子啊 不叫冲击和威胁 嗯 我用这个词 叫革命性颠覆这个行业 嗯 实际上是把这个行业 要不得不往前推进的一步 嗯 实际上是因为这个行业太落后 嗯 我们做这些东西啊 只是把这些所有的 所谓的高科技 或这些想法 全部整合在一起 嗯 因为没有实现它 嗯 因为实现的原因 几个 第一 地产公司不赚钱 嗯 知道吧 第二 你也没赚那么多钱 嗯 是不是啊 嗯 第三 你做了之后 为你公司 去实现一个系统 嗯 完全不值得 嗯 还不是做两单 嗯 这些东西 你永远 你维护成本很高 嗯 特广成本 更不能说的 嗯 所以你得有这种格局 说想做全球的 你可能做它 嗯 只为你一公司 做一系统 forget about it 嗯 是不是啊 就是你不会做的 嗯 所以这块呢 就是所谓颠覆 这是我这么一个概念 嗯 这个行业呢 一定会随着 我们这系统的深入 嗯 最后一会 把这些行业 往前带走 带进一步 如果大家现在 大家头还能停留在 所谓这些 连锁公司 这些大开公司 啊 是不是啊 上次有天零名字 谁是错误的 不应该提 嗯 那么试图去看一下 现在世界上 最高科技这几家公司 嗯 这可以提 Compass 嗯 EXP Torfer Breaks 嗯 去谈一下 你就能知道 他们的差距 嗯 就包括曾经 所谓KW这公司 出来之后 一下子整合市场 变成 是不是啊 嗯 哎 明天 狼不是狼来了 是巨师来了 嗯 那么我们整合这块 就把你经济 原来是小米加布枪 甚至没有 连小米加布枪 这种感觉都没有 嗯 大家是一个松散性的 嗯 完全靠自己的这种 是不是啊 嗯 娱乐自己和娱乐客户 这种感觉 去拿一些 嗯 业务 嗯 那么现在 要进入另一阶段 就把你置身于市场 用市场 用你的工具 用你的职业性 把你变成一个火箭 是不是啊 嗯 这种模式 让你更专业化的去 嗯 战胜自己进入市场 获得这些机会 嗯 业务也好 嗯 是不是啊 你推广也好 平台也好 嗯 最后你会站在 同行的前面 嗯 去拿到 别人想不到的 嗯 突破一下 传统 就是哥们儿 同行给你 嗯 完全进入市场 是我们的职业性 打动它们儿 或者更深 真是长旧的 嗯 永远 其实这种 我的思想不落后 我喜欢学习 喜欢接受新链事物 你比如说 哎 我这次去美国 看着人 美国的 没有Taxi之说 也没有什么东西 全部用Uber来代替 你说 在船上说 哎 打Taxi啦 这么多出租车 人家没什么吃了 你在所有的 公共区域 它直接写Uber通道 Uber指向 就这几个字啊 然后Taxi之也都没有了 就说 哎 这么多年 大家一直出租车 出租车 Taxi 但是 一样让Uber 颠覆 那么你如果 不管能一个新的金融理念也好 或者开发新的软件也好 能颠覆人的观念 颠覆人的消费水平 那确实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一个 不能说一个发明一个举动 你比如说 我到底想 那么 所有的经济 你比如说我现在A经纪的公司啊 我老爷在A经纪的公司做经济 那么我跟你可以合作吗 我可以成为你的合作伙伴吗 我可以在保留我原先的地产经济 我不动成果下 我能不能给你明后面有什么互动呢 这两个话题啊 首先佩服啊 就是说你说用Uber这词 实际上这是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问题才达到这个地产界的Uber 那么实际上 有人可能觉得 我们这个凶薪壮事有点太高 是不是啊 这个不叫 相较是黄肉面孔 就是人家做这种事情 但是确实实 这就是我们新天所做的东西 也是为了去造成Uber 最后要做的 我这系统 我为什么要深入这些所有独立品牌 因为他们的痛 我都已经拿到了 是不是啊 我的solution也就在 那么我会通过这些独立品牌 跟我合作 最后造成百家千家体验 咱们不说上市 当然算是 是不是啊 这个目标之一了啊 做成这个大家人人使用的一个东西 所以Uber的概念 在这行业是 从客户到经济到平台 大家连在一起 就是大家直接 是不是啊 不同的东西 而且是个量 而且每个人就拿这么一东西 解决所有问题了 知道吧 这是讲的一个误会 真的吧 你第二个说的是什么吧 你第二个 我就说 我现在在那个A公司 老业地产公司 做地产 这样子啊 我跟你是不是 我还是继续我的地产公司工作 我还能给你这个Mihome 因为这个西的科技 西的能联动起来 这样子啊 就是这个行业有行规 知道吧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稍微 这也不叫做我们的私心 因为我们是做品牌出身 那么我们为了做这么强的一个 绝对竞争优势的一套系统 加上世界顶级的这种培训在里面 实际上只为我们的品牌服务 这是在我们企业的灵魂 就是一个品牌 那么我本人也好 包括将来加盟的人也好 都是要为他服务的 那么换句话说 我这个平台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只想要那些加入我们的经济 才会获得 知道吗 就是说好多人包括 就是我也不讲 就是正硕这层面 他们已经看到这系统 你已经可以做集反装平台了 为什么不做 那我告诉你一句话 Redfin今天到今天依然是赔钱的 千万机甚至一页的赔钱 就换句话说 只做online这部分 他没有线下支撑这部分 他是确实很想赚钱 所以我这块我要把最核心的东西 贡献于我这个品牌 帮我品牌一点点长大 知道吧 那么我做了一条系统给你 实际上这也是当然我的私信了 给了你 你就会进来 给了你 使用了之后 你就会形成一种依赖 因为他确实能给你带来业务 带来生育 帮助你发展 传统的东西没有人去管 这个经济本身是一个独立个体 或者自顾 那么我做到了 那么可能你对下一步有些什么人 具有诱惑的心理 你比如说 我这个人比较宅 我也不愿意请客户喝个茶 喝个早茶 喝咖啡 聊天 去跟客户沟通 我就喜欢宅在家 我业务老是上不去 我越做越萎缩 我越做越运满 这个时候可能 在你公司的初期节目 可能是加盟了也好 加入也好了 是不是对我的业务 应该是个突飞猛进的一段 你这个老叶 我觉得你 我早上看两次你就赚家了 你确实能带出我 就是我曾经想过这么多年想的问题都能带出来 我告诉你个实例 我去Houston的时候 我见过一个老莫 只要公司名字都不提 他2200个经纪 这个老板做了34年的公司 2200个经纪 记得在北美 他也是大公司 独立品牌 其他的那些连锁的 都是特性营的 但是说独立品牌 自己拥有的2200个经纪 我认为他是老大 这个人看了完了我的系统之后 他说Lawrence 你没看到你的优点 我告诉你个优点 记得 最大的 就拿RMX 这些公司的人员 他的平均年龄今天60 这些人为什么很难拿走 是因为这些人从吃奶的时候去跟着打 一直找到今天 这种品牌中的都是不一样 你做了一套系统 你要看到今天把这话当真 你这套系统就会培养那些宅的 不愿意出去的 不愿意吃饭的等等 或者part time 这些人就在系统中玩一玩 业务就来了 他就会挣钱了 不管是交给refer给别人 还是他自己出去 他就会成长 那么你就会帮助他们 在从吃奶这阶段 最后变成长大成人 那么你再做一个 会给你将来形成一个品牌 宗诚度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群体 你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常深远 我现在确定明白 其实金龙说实话 包括阿里巴巴也好了 你不是说他们的交易平台也好了 Uber也好了 其实最大特点 他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平台 宽贯无限的平台 让各个人能实现他的梦想 就说他可能这个人 他不善于交流 不善于沟通 不善于困难游 但是他就善于在这个平台里面游泳 在这个平台他会如意得水 那么这个你提供一个很大的代替 让更多的人有个展现舞台的空间 谢谢 这个对你的总结很精闭 我们实际上是全线谱 那么一个培养 所谓什么呢 就是甭管你是大牌经纪 那么你今天的生存是靠你的广告宣传 对 今天的业务是靠你的朋友关系 个人的交易 知道吧 今天的推广是靠你的助理 设计是靠找其他人 是不是要付费的 那么在我这个平台 这些东西都帮你解决了 明天进入这个平台 你不用再去花钱推广自己了 同时你这业务推广这块 都就是一件是生成的东西了 除非你这手持的都不愿意动 知道吧 第二 他这个业务自动形成这套系统 不用再去求爷爷告奶 自己动动手 业务就来了 知道吧 这是一 对大牌经纪而言 产出经纪而言 第二 对那些 就其他的所谓这百分之二八的原则 百分之八十的经济 可能不叫吃饭有困难就知道 也有困难这些人 那么恰恰这块系统 给什么提供 对你们家 宽敦有利 那么传统东西 你也不社交 是不是 也不愿意出去 对不对 请客送礼 也不愿意去交朋友 甚至朋友 是不是 本人就不多 那么这系统恰恰把你 一种给了一套工具 把你扔到市场上去 做销售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销售这个杯子 周围有一万个人 我又给了你产品 你在销售这杯子 一块钱一块钱 这一万个人都要喝中 一定会有业务 业务 这套系统业务都会到你的兜里 这是我心里的东西 知道吧 哎 那么千千没人做到这个 我们做到了 你看 今天让我 就是了解或理解最深刻的 你比如说我现在做的YouTube 过来 实际上这么多人做YouTube过来 那么很多人会能突破 能做得很好 也就是打卡了 网红了 那么完全凭自己实力 因为YouTube过来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广泛的空间 哎 有的人就能发挥出来 有的人发挥不出来 那么你现在的空间啊 其实给任何一个没有基础 或者调解一般的人 都可能一下发展成一个非常非常一个著名的大牌经济 因为他就说你只要在里面努力 只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多努力 因为这个平台非常宽容 你给他提供了一个平台 以前自己真的苦于社交啊 人员啊 他以为自己这个范围太小了 但你现在吧 平台非常健康非常宽广 他可以在平台里面 任何人都可以平等的尽忠 平等的发挥自己的能力 哎 没错 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子啊 其实最后拼的是一个专业性 拼的是一个职业性 拼的是你的平台 你拿这些东西是个人没法取代的 换句话说 个人你无论你做多大 你都不可能跟这个平台就比 对 你说 知道吧 那么他的这个活动量也好 是这种这种推销能力也好 是不是啊 换句话说 它就是曝光率也好 无可能力也好 都做不到的 那么我们再做一件 这个核心经济就是富能经济 这个词用得很好 帮你做现代化武装 变成一个 是不是啊 最重要的 你看 齐总 你这么说 如果我 我老爷如果说我做经济国 再大盘经济 我无非我的社交人员 我就这么大的范围 但是如果一旦加入金融这个平台 那我的宽广度一下子无限的放大 里面有人说老爷你在温文华很多人认识你 我说错了 在温文华这个范围太小了 我走出温文华 走出大温 没人知道 整个做温文华 太渺小了 也就是说 在温文华这么大的平台以后 我老爷仅仅在温文华有点知名度 在温文华一点也有知名度 也就是说 地产就一样 你地产就你现在 我非常牛 我在温文华 我做了很多 很大 很多人都知道我 但是你真正上到你这个 一批平台里面 还是很渺小 还是有很大很大的 非常宽广的发展空间 挺好 就是说这个客户的指数列变这块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 就病毒是传播这块 这词是个负面的 但实际我只告诉你 这个客户的速度 就是列变的速度 那么这件事情 只有APP能实现 原来我是现在用六个月时间 实现我的APP 在这之前 我们只是一个网站的baccode 网站的baccode 二维码这种 你只能扫进去之后 它在看的瞬间是存在 对 关掉之后就没了 APP不是这样子 反正话说 你客户用了你的APP之后 它是永远在你的环境下边 去买方便跑 这块是可以做到列变 客户是因为喜欢的系统 喜欢和系统和关的功能 知道吧 喜欢的所有所有的设计 就是被客户造 那么它会传播给的朋友 你可以在它在中国推 在日本推 印度全世界推 他们喜欢的都是这些系统 这个是你的APP 那个经济的APP 你在推广的时候 你相信我 用了三个月 半年 一年 能有三年的时间 你的客户就是这样 指数增长的 最后大家都是在你的环境下做 这是我要的 金总你刚才说的时候 我一个问题突然想到 其实我觉得重点 你说地产经济关注你APP 是一个次有 重要的是 我不是地产经济 我只是个客户 我也不是客户 或者说 我就有个普通的市民 如果更多的人 关注的APP 更多人 就是点击的APP 如果你的几个数 里面变了几千万 几个亿 都使用的APP 观看你这个APP里面那种 那么 这个平台无限宽调了 这个经济在里面 好像不是找小鱼了 捞大鱼 我可以说是航空母舰 我觉得最最主要 目前是不是 更多的人 我不是地产经营 我就是普通的一个小玩家 我就是普通的 我是一个 哪怕是个家长 或者我是个学生 或者说 我是个老百姓 我就要把这个APP 只要无限的宽 拖展下去 那你的事业也成功了 那么经济 小经济将变成大经济 非常好 这个总结 就像这个渔网 你撒到只在温网 港湾这块撒 和你撒整个太平洋 最后这鱼是一定来的 最后可能就筛选这大鱼 小鱼 再接着养 对对 是不是 是有这个过程 没错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整个的设计理念 就会让大家 就是在推广过程中 永远自己受益 经济为自己打工 经济一劳永逸 是不是 齐了 好 那么今天 很开心 邀请基隆 做客老爷直播间 给我脑洞大开 做了个全新的事业 颠覆我对传统经济行业的一个看法 那么 第三杯啥再说 对对 好 今晚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第三杯啥了是吗 第三杯啥 第三杯啥 对对好 对对的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我其实很喜欢学习 也喜欢接受心中事物 这天天让我真的脑洞打开了 那我一直一开始我就感觉 是不是我们有点像搞来搞去 一开始我怀疑是不是直销了或传销了 那么APP是不是金字塔式了或者什么东西 那么最后我一开始现在有点颠覆感觉 最起码更多的人使用APP越多的人越好 就是这种几何列变 把它就是病毒式的复制 列变的越多越好 那么最终的综合是是不是就是金字塔式了 这样啊 这是要坎虎色变 对 真的 坎虎色变 什么直销啊 等等等等 这块这样啊 就是今天呢 原来我在进入这行业的时候 大家谈到这种直销 穿销的时候 我自己也比较谨慎 那么尤其像Kelly Williams这种公司 他们是做的七层的一层 你介绍一个经济 然后再介绍一个经济 它都是有一个衍生的一个奖励 要奖励啊 它可能不是一次奖励 那个经济还在介绍介绍的分期三 那么这块呢 实际上Kelly Williams一直存在 只是呢 就是它这个奖励是在年中 拿企业经济的 这个大家知道任何行业不赚钱很有限 对的 分一点 最后那么多少分 那么多少分 所以我们呢 一直在关注 尤其在EXP正式杀入那个市场的时候 我已经彻底开始 我觉得可以做了 EXP 大家都知道在Laycois是美国的 它现在是上市公司 去年增长了一万七千的阶级 哇 我这可以透露啊 本身这个 Founder 他本身是一个 一个某超级大型地产公司的CTO 有技术 搞得这么快 但是它是进来 它只对那些 最高产数的经济啊 是有兴趣的 这些人跟进行公司做爱把风格 然后它会分几层之后 然后要大家永远有个受益过程 我们介绍和这个意见 那么这个块呢 实际上不是不谋而合 实际上我这块呢 我也早就做出来了 早做出来了之后呢 这么讲 就是说对经济 咱们就别说别的 就是还是对那百分之八十经济 我真的希望这百分之八十经济 你能赚钱 通过我的系统赚钱 你会谢谢我 也谢谢这行业 谢谢我们的所谓的努力 就是啊 所谓的努力赚钱 那么这块设定的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六千块钱的Capping 就是你进入了公司 如果加入这个我们叫经济创业奖的计划 蒙卡很低 你只要一年成交两百 第二 你会 因为我提供这么好的平台 提供这么好系统 这么牛的培训 还独立的APP 等等等等 还都在那选择的东西 你会很容易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告诉你所接触的所有东西 这个公司还是可以的 是不是啊 他已经提供了这种核心经济游戏 一般人还比不了 来吧 只要他进来参与这个我们叫MPT这个 或者经济创业奖的计划就开了 那么好了 哪个人你要给公司贡献六千块钱 所谓六千块钱就是你不用现在交 但是你要成交单子之后跟公司非得分到六千结束 对对对 相对话说你做两单就已经做了 对对对 相对话说你做两单就已经做了 我告诉你这个系统的优点是 做完两单之后 其他就影响这么几个人进来 应该不难吧 你都认识 每个人都认识几十个 对 西宗我告诉你 只要影响五个人进来 你就可以去做了 相对话说这五人只要进来 他都带有同样的责任和义务去这么推荐 那么我们也是采取五层制 这个最难的是他系统跟踪这条系统 包括自动结算系统 这个我们已经完成了 全部完成了 那么你要是有一点商业头脑的人 知道吧 那么如果参加这个系统 对六千块钱交的公司多吗 五百块钱一个月不多 既然给你个APP 给你一套培训 给你一套系统 这些东西在其他公司不给你的条件 五百块钱 好多公司什么都不给 这也超几百块钱 坚决不多 重要的是在贡献六千块钱的过程中 公司收到了 实际上我们更愿意 拿出来百分之八十去再回收 回馈这个 这就是所谓的 你说取消也好传销也好 最后我要你经济每年只需做两单 拉近五个经济年薪百万 你不是梦的一个 这是一个精算其实设计出来 但你只要这么去做 做五层确实是这样 所以你去想 一个公司我们收了六千 反正八十拿出去 升一千二 相当于我只收你一百块钱 多吗 完全不多 我给那么好的东西 收了一百块钱 给了你一个什么机会呢 六千块钱你要贡献的 因为大家都需要在这里面 要分出去嘛 对不对 你不挣钱我门拿不出来 这时候 你再拉进来这些经济 你就可以退出了 你永远都做出来 对对对 对不对 那么你就做两单 你做十单很难 做两单可以 影响几个人 不是你影响 是公司的系统影响 你只管讲一讲 公司的平台 这件事情就可能造成 什么叫退休计划 也就是说 关注着这个 mehome里的APP 那么早日退休不是梦 有这个意思 有点这个意思 就是说 这是一个创业的机会出来 那么这个机会 确实是你还不用投钱 或者投太多钱 做这种风险 所以都承担得起 但是任何一个经济 你加盟一个平台 加盟一个地产经济公司 他都要交一些费用 是吧 只是你都信用 那么可能给你打下的技术 后面慢慢慢慢 有人拖起你这个平台 把你这个平台拖下 那么说 早日退休不是梦 没错 我今天也给你创造广告词吧 关注叫mehome app 早日退休不是梦 好 既然这样 我们就是 借记忆的机研 我们看时钟已经跨入了 2020年了 那么我们 都是大家 希望 继续保留 我们2019年的幸福快乐 吉祥 健康 家庭幸福 那么忘掉2020年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疾病 所有的忧郁 所有所有我们不想见到看到的东西 那么一起奔向幸福快乐 安康2020年 那么我们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2020年 也希望借助你这个mehome的平台 我们一起拖起美好的明天 美好的2020年 来 继续喝一杯 2020年 很快乐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同时我把我们四周年寄予我通过老爷直播去发给大家 谢谢 有没有你知道这一套茶具还是金能你给我的 相信没有 我不记得